很多時候你以為有得選擇 其實你沒得選擇 到你真的選擇了的時候 你以為對事情好 其實可能更加差 那陣子有這個很強烈的感覺 之前演戲做演員 是別人跟你說你想怎樣 然後這次是變回 喂 我看人的戲 操控了整件事的感覺 有個莫名的成功感在那裡 好像越來越多年輕的人 想進入這個拍片 拍攝的一個行業 這個工業 有這個想法 其實都一定是 多少是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這件事 我覺得很單純的就是 你只要維持你的喜歡就可以了 我喜歡這件事 我喜歡這件事 有一個是 我喜歡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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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野精選這件事 就是一件事 關於命運的短片 一個人很多時候你以為有得選擇 其實你沒得選擇 到你真的選擇了的時候 你以為對事情好 其實可能更加差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整定的 有一個不可以對抗的力量 在左右你人生的每一個選擇 那陣子有這個很強烈的感覺 真的整定了 把我那幾個月最深的感受 寫了一個故事包裝 說出來的 這個絕對是我首部的劇情短片 導演或者主創 其實你的意向是很影響整隊裏 整個project的走勢 所以變相就是你要很清楚 很清楚每一個時刻你在做什麼 而你要確保在場的所有人 都知道你想怎樣和你將會怎樣 大家才可以配合你做事 之前演戲做演員 是別人跟你說你想怎樣 然後這次是 變回我去看人的戲 我要去導人的戲 全部都是這麼有經驗的 一些演員的時候 反而是我在他身上學習 我會有我的想法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拍攝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他們是他們裡邊的範疇專業 你一定不夠他熟 所以他想到的事情 某程度上 是很可能比你想到的事情好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但是作為一個導演 就是你的大片要有 你要有你的想法 起碼有些事情 你知道一定要這樣走 才適合戲 才適合那個感覺 中間就有些位置可以跳 跟他們去商量 到底哪些位可以 哪些位我覺得這樣好些 我剛好遇上我們這群組 都是他們也很開放 也很支持我的意見 變成大家做得很開心 合作得很好 很有熱誠 經過我這次做導演的職位 其實我原來也挺喜歡 不要說導演 就是做幕後的崗位 因為我覺得那個參與度很大 就是演員都是拍攝我會出現 但是你做幕後 你前中後期 基本上你一定 一定要跟著 那個 還有由零開始去 去 去 kick off 一件事 到 去到真是 最後一個階段搞定 那個 成功感是很大的 我覺得沒有去到 說 帶什麼給觀眾 那麼偉大 那麼遠 這個是一個很自私的 一條片 我覺得 我只不過是把我那陣子的 一些感覺 有時候帶喜歡的一些東西 看過一些電影 我覺得很漂亮的東西 就放進了這條片 那裏 只不過我講一些 我的看法 分享 就不是說 我跟你說 不是那種感覺 就是分享我是這樣想的 就是我在大學 那個生活 其實我是十分之摺的 就是基本上那些什麼 有那些 歷史那些 我是完全沒有去的 就是我是很摺很摺 就是 同學會見到 會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人 但可能連什麼名字 都不知道叫什麼 直到去 我玩全民造星 才有個電視 這個那麼熟口臉 就是這樣才 才知道 我們那級有一個這樣的人 好像越來越多年輕的人 去想進入這個 拍片 拍攝的一個 這個行業 這個工業 有這個想法 其實都一定是 多少是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這件事 那我覺得 很單純的就是 你 只要維持你的喜歡就可以了 看到你的作品 然後慢慢你就會 有更加多更加大的機會 真心去喜歡 你正在做的事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了 那不是 很簡單 你會不會 你會沒有 我可以拍攝 我可以拍攝 我可以拍攝